以为大家到了60岁就变得温量共浅 让人变得很安分 60岁的讨厌的老头子太多了 我60岁只有一个感慨 就是我在前年58岁经历了木星的死 第一生命是毫无意义的 完全是偶然的 还有就是我爱的这些事情 全是骗局 就只是让我这个没有意义的生命 过得有意思一些 这个是一套课 让我不上过非常不一样 很多人满年轻就经历过这个课 我到这么晚才上这个课 我的老师木星先生 当他过世之前病重之际 上百位完全不认识的小孩 从全国各地赶过来为他送葬 这是我亲眼看见的事情 我就很奇怪 问你们为什么喜欢木星先生 他说我们读不懂他 但是愿意读 因为我们才知道汉语可以写得这么美 所以让我惊讶的是 许多80后90后 现在至10后 都喜欢阅读他的书 你不会听说有一群年轻人 特别踊跃地说 我们要赶着去见墨烟 但是好像很多年轻人会觉得 去看木星是一回事 木星有句话说特别好 这个世界属于你 与他人毫无关系 木星的文学回忆录 这本书我特别喜欢 很多个话语我都觉得 呀怎么是为我而写的 木星的这个文学回忆录 我是很推荐的 非常推荐 我很多时候就觉得 就是他 他把我心里的话都说了 直到现在我都觉得这是我人生的一个书单 很多人都看了这本书 觉得受益匪浅